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这个皮肤能不能给我呀 想要这个瓶子呀 不给 我看你这不是喝完了吗 拿着 也不方便呀 给我呗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告诉你 最瞧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 剪辣 身上脏死了 小伙子 你怎么能这样说的 你看啊 我这年龄大了 剪辣垃圾 也没什么样 从我自己的发生中以前 我觉得挺好的 还感觉挺好的 你可拉倒吧 在我眼里啊 你就是个下等人 你总不懂啊 我都看不清你 小伙子 你年纪轻轻的 你怎么能侮辱我呢 我侮辱你怎么了 你个剪垃圾的还有罪言呀 我 还想让我给你 想什么呢 想要啊 自己一点去吧 远一点 这样瘦了 你怎么很久不 enduring的 我现在来找到你 有一点 你是什么 That's 你猫! 这些人 我会想要你 你干什么 你咪 你咪 好 我 你看 你 我 我家有些纸壳都不要了,你跟我去收一下吧 那行,姑娘,我给你钱 不用了,就一些垃圾,不值钱 行了,跟我走吧 这就是我家 先别着急,你把鞋脱了 是我家刚打扫的,你看你身上脏兮兮的 那行 行了,跟我进来吧 怎么了 你看你身上那么脏,能坐我们家沙发吗 外面坐脏了怎么办 姑娘 我,我对了 行,这都等了嘛,我给你拿一遍 哎 好 把这里收拾干营 哎,我知道了 哎,我知道了 我,我知道了 我说姑娘 您的手机,能不能让我用一下呀 用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凭什么给你用啊 是这样的 是,我,我的手机给坏了 我闺女在外面上学呢 我怕她联系不上我 该着急了 我就想,给她通过电话 告诉她一声 手机坏了,不会去修吧 修 我没那么多钱 行了 行了,行了 借给你用就是了 好了,我给你解开走了 自己拨号码吧 哎,呢 哎 哎,你又这么要接我手机啊 你看你手多脏 哦,哦 是我 妈 你这谁的电话呀 我用别人的电话 我告诉你 我的手机坏了 我怕你联系不上我着急 所以 我想告诉你一声 哦,是这样 我说呢 你的手机怎么打不通呢 哦 闺女 你放心 这过两天啊 我就把手机修一下 你在外面还好吧 挺好的 妈 问你 你还有没有钱呀 啊 有 你上个月给我打的生活费啊 我没花完呢 啊 闪闪 妈 告诉你 在外面上学啊 可别省着 要吃好一点 啊 妈 我知道 那你现在有没有吃过饭啊 我呀 我吃过了 啊 那行 那你在家 注意身体 好 我会的 你吃过了呀 那你吃的什么呀 那你吃的什么呀 哎呀 闺女 妈就想告诉你的 现在 我找个工作可好了 人家管吃管住的 这吃的可好了 对那有肉呢 哦 这 这那么好啊 是啊 闺女 我还要告诉你 这不但吃的好 工资还高呢 这以后 你就 不要像以前那样了 老师 清空俭学什么的 现在妈有钱 您没钱了 妈就给你寄过去 妈 没事 清空俭学挺好的 啊 闺女 妈不是怕你辛苦啊 妈 我不辛苦 这样吧 我这马要要上课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哎 哎 行行行 我闺女啊 咱在那边好 我就放心多了 姑娘 谢谢你啊 给我的手机 那个 阿姨 你先坐点新一会儿吧 我 我可以坐吗 没事了 你坐吧 哎 阿姨 现在你家是哪的 我家是农村的 农村的 那阿姨 既然你是农村的 你怎么到这城市里面捡垃圾了 是这样的 刚才 你也听到了 我闺女啊 在外面上大学呢 嗯 我在城里啊 就是想着捡钱垃圾 能 能多卖一点钱 供养我闺女去上大学 原来是这样 那阿姨 你也挺辛苦的 哎 只要我闺女啊 她以后能 好好上学 我辛苦点 没事嘛 你说这天安的父母 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好呀 阿姨 你说的是 这刚才啊 看你给你姑娘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我妈 你说 我妈把我养大 也挺不容易的 自从我参加工作之后啊 我也没回去看过她 看到你这样 我也想起我妈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姑娘 你抽时间 多回去 看看你妈 陪陪的跟她说说话 我明知老年人啊 就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多陪陪的 对 阿姨 你说的是 我给你妈 妈 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我回家吃饭 真的 我还能骗你啊 行 你不用给我做了 到时候 我给你买点好吃的 不加我给你做 哎 那我挂了 阿姨 谢谢你啊 姑娘 你太客气了 阿姨 你刚才不是说 你手机坏了吗 是啊 我正准备去修呢 阿姨 你那手机啊 都是老款式的 不用修了 我这里啊 有两千块钱 你先拿着 你去买个新的 啊 姑娘 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不行不行 阿姨 你拿着嘛 刚才我说了 你那个手机啊 是老款式的 只能打电话 你拿着这些钱 去买个智能机 到时候 你就可以拿着那个手机 就可以啊 给你闺女视频了 那个时候啊 你就能天天看到她了 啊 真的呀 那行 姑娘 你放心 等我闺女有钱了 我会把这个钱还给你的 那行 等你闺女有出息了 你再还给我 哎 那我先收拾吧 我帮你 哎